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洲斯拉多多事幹 上一集就賣了個關子 我想大家現在看到的照片 都知道我們去了西德尼一轉 今次就是我們一家人第三次上西德尼 我們一家四口已經開車上去兩次 之前有一次我和老公自己 上去一個long weekend 那次就乘飛機 今次就和老爺奶奶一家六口上去玩一下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旅程都延遲了差不多兩年 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上去探望親戚朋友 大部分西德尼的著名景點 我們之前的幾個旅程都去過 例如有去Toronga Sioux Blue Mountains 去Port Stevens那裡玩Quadfly Club 那裡的沙真是很幼很漂亮的 駕駛完這個Quadfly之後 我們就去了滑沙了 我們之前去西德尼的時候 Melbourne還未開這個iFly的室內Sky Diving Center 所以我們就帶了些小孩上去玩 他們真的玩得很開心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特別的experience 我自己都很想試 但因為我自己的腰骨不太好 老公又怕我弄傷 所以不讓我試 但見到小孩玩得那麼開心 真的好像很棒 年輕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想玩真正的Sky Diving 但又找不到朋友陪我 所以輾轉反則就沒有試 到現在年紀大了 想試又沒有膽了 就是因為人大了 責任也多了 所以就沒有這樣的勇氣 在飛機那裡跳出來走些一步 另外還有Fish Market 這個就是我們差不多一定會必去的景點 因為我老公實在很喜歡吃海鮮 所以這次的旅程 我們就比較簡單 沒有特別計劃些什麼 主要是帶我老爺奶奶來走一圈 因為他們上一次來Sydney 都已經是我想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這次都是旅遊 主要是見朋友吃東西 這次我們就一行六人坐的七人車上Sydney 因為坐六個人就沒有什麼位置行李了 我們就和我妹夫借了這個 車頂盒的行李箱 擠行李 之前就和朋友借過一次 所以老公都知道大概怎樣裝 之前朋友那個就在澳洲這裡買 今次我妹夫就在淘寶買了這個回來 但就發覺她的車就不適合 但剛好呢 我們的車就對 所以他就索性給了我們用 說真的 淘寶的價錢 真的和澳洲這裡買的價錢相差很遠 澳洲幾百元 淘寶也是幾百元 但是是人仔 Quality 真的比澳洲還差 又這樣說 澳洲買的質料真的好很多 你感覺到它的Quality是好一點的 淘寶這個是輕身 質料又薄一點 最初我都會怕會不會開車飛了出來 或者怎樣 幸好去完這個旅程 他都完整無缺 Steal in one piece 裝完兩條路線 就是時候搬個行李箱上去 我是一隻手拿著機 一隻手幫手 所以鏡頭就有點不穩定 而且其實你看這個盒子 是多輕身 就是我們三隻手 就很輕易這樣放上去 其實我老公一個人分分鐘都搞得好 但是為了辦事幫忙 就出少少少勉力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接老爺奶奶了 大家都見到 現在車尾後面有個mini trailer 這個都是跟朋友借回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它很可愛 因為我們一家四口就會住在朋友家 它是新屋入伙 不夠床單皮膚 所以我們一家四口就帶了自己的枕頭 所以行李就比平時多了一點 正式起程之前 我們首先要檢查一下胎器 這部車其實也有差不多一年多了 它是2004年的車 我們2014年回到澳洲 就是第一步買這部二手車代步 我們臨出發之前 就拿了這部車去Service 確保這部車運作正常 我們才開它出去旅行 這部車真的是老當益壯 我們駕駛過它去Sidney兩次 又去過Adelaide一次 這次是第三次去Sidney 我對它也很有感情 所以老風經常說 換車我覺得不是很有需要 我們的整車師傅又說 雖然這部是Toyota的車 但其實它撥機是一部零字的機 所以會比較耐用 到現時為止 我都覺得它是很有馬力的 在這裏就想提提大家 如果準備去Rode Trip之前 其實平時都要的 但尤其是去Rode Trip 如果準備去Rode Trip之前 大家記得查清楚 有沒有買到這個Rode Side Assist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 我那一集C Line開車多多事 就知道我這部車 第一次去Sidney的回程的時候 是爆了胎的 那時已經是晚上 七黑一片 在黑黑的Freeway那裏 幸好我們有Rode Side Assist 就可以很快地叫人幫忙 和我們換胎了 現在雖然很多新車 都包了Rode Side Assist 出發之前查清楚 看看它是否仍是Valid 要不然就記住 買保險才出發 這次我們都沒有買了一段時間 因為車之前少開 幸好臨出發之前 就記得要買回 提提大家 我們是買RACV 它是24小時後才正式 大家要留意 這個包含是Nationwide 整個澳洲都包 大家看了這麼久 有沒有發現車外的風景 都差不多 其實是離開了市區 所有澳洲郊外的 風景都差不多 不相百眾 所以真的有點悶 我們從Melbourne出發 開車上Sydney 全程的路程 說不停的車程 需要9個多小時 這個時間足夠 我們從Melbourne飛一次回香港 加上我們下車去廁所 遊遊遊 吃東西 整個車程 其實要10個多小時 差不多11個小時 因為我老公的夢想 就是駕駛 Camper Fan 游歷整個澳洲 所以駕駛長途車 對它來說絕對沒有問題 也因為這樣 所以選擇了駕駛上去 否則乘飛機真的可以省很多時間 我想大概一個半小時 一程飛機就到了 你們看看 全程的車程 差不多900公里 大家看到我這個造型 會不會覺得我很誇張呢? 其實真的很怕太陽 就算我們的車 其實天了窗 就算外面都是陰天 都會有很多太陽曬到進來 坐上長途車 我就必定全副武裝 最好被燒刊的Shield 就最好 一定盡量隔太陽 希望不要接觸太多太陽 我們就來到第一個偷閒加油站 這次其實是吃東西去廁所 就未需要入油 我們再駕駛了兩個多小時 居然在Freeway那裡遇到塞車 又剛好被我們遇到一批 Classic的老爺車 開房間的廁所 開房間的廁所 獨特是突出的尾 這部Free 真是靠氣 這部小部 太有即食了 這部是甚麼? 這部MG嗎? 這個人 是很貴的 他那貓 是很貴的 這個人 是很貴的 我是很貴的 很貴的 很貴的 是很貴的 這個人 很貴的 延遲了大概20分鐘 暫時預測我們會在晚上7時多去到Sydney 駕駛了大概4.5小時後 我們就來到這個比較大的城市 叫Hudonga 這個城市其實是在維省的Border 很快就可以去到New South Wales那邊 一看這個城市就覺得它是大 因為我們看到左右兩邊 也有很多車行在賣車 而其他郊區的城鎮 只有那幾間小店 是時候入油了 剛才也說過 因為這輛車的引擎 是靈智引擎的引擎 我們的整車師傅 推薦我們入 Unledded 98 即是比較貴的 Premium或Vpower那輛油 而這輛車也因為馬力 就比較大吃的 所以餵飽它也不便宜 今次上去Sydney的時候 油都開始貴了 現在這裏就是91都要173.9 而我們入Vpower 98 就要195.9一個L 駕駛長途車種得最多 除了是雀鳥之外 就是很多昆蟲的絲鞋 就會在擋風玻璃 這裏就是外面的小便 車身亦 所以一有機會 就要清洗一下 不然乾了之後 很難洗 我們出發大概6個小時之後 又到一個小店 下一個洗肩 大家看到這些 Camp wants to know 也很豪華 看它的外表多似新鮮 之餘 有那麼多窗口 估計它應該不便宜 尾巴趁機會去一家Cante 買了一個肥仔餐 這個brownies真的很出色 真的沒想到在這個村子裡有這麼好吃的brownies 來到黃昏的時段,我們就遇到這個風力發電廠 你看一下,這個景點都挺漂亮的,挺壯觀 一個個好像風車一樣在轉 到了入黑,這條Freeway真的更加沒有東西看 除了這些升光燈的大貨車 有些真的裝飾得很漂亮 我們終於見到這個牌了 雖然說已經見到Welcome to Sydney的路牌了 但是這條落山的斜路都很長 我想我們起碼走了半個小時左右 才到達我朋友的家 我們早上就大概九點半小時出發 去到我朋友的家都八點半了 因為已經這麼晚了,我們就趕快出去找吃 因為這裡的餐館都不是開得很晚的 所以很難才找到一間,收我好像是十點的 對,我們第一餐就去了吃我們很喜歡吃的越南餐 這班最特色的就是自製米紙卷 這個儀器,說真的,我在Melbourne就好像未見過 之前我來Sydney都好像已經有了 讓我有空在Melbourne找一下有沒有這樣的工具 可以用來做米紙卷 就是這樣將米紙 放入水裡,轉轉轉 弄濕了米紙,讓它淋了就可以包 我們快快吹吹吹吃完這餐之後 就回到我朋友的家去下行李了 我們上來之前,我的朋友就特別點名 叫我們在Melbourne買一樣手信給他 大家試想想他會想要些什麼 我想大家真的猜不到他 好害怕,我有點害怕 我怕他不小心掉了肥 我會的 我會的 就是這個在Springville買的榴槤蛋糕 因為他上次來Melbourne的時候 我介紹了他吃,而他很喜歡吃榴槤 他一直都很想念這個榴槤蛋糕 所以千叮萬燭叫我買這個蛋糕上來給他 如果我們是搭飛機上來 就絕對不可以買這個蛋糕給他 但我也包得很好的這個蛋糕 它有原裝的盒子 然後外面我包了很多層保鮮紙 然後再有一個法寶膠箱 裡面有冰Ice Pack 一來可以keep cool之餘 也可以密封它的味道 所以我們的車子是一點榴槤味都沒有 大家看看一層層的Sponge Cake 裡面就配了榴槤和Fresh Cream 這個配搭真的不錯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忌廉 那它忌廉的份量就刻到好處 加上新鮮的榴槤肉 就不會漏的 好了,今集的澳洲斯拉多多事幹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我們Sidney去了哪裡玩 就密切留意 如果還未訂閱的朋友 就記得CLSS 留言、Like、Share、Subscribe和按鐘仔 下次再見,Bye Bye Bye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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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像這樣 有趣 없이 我的 goal 就是 保密 解賊 好了